来看PVZR最新植物 电击勾吻 阳光150冷却5秒 一节 点击电击勾吻获得准星后 再点击场内任意一格 就能释放雷针 形成一条电流线 每两秒释放电流 全屏都能释放 电流线对路径上的僵尸造成80点伤害 并在落点三乘三范围 造成一次电流冲击 电流能击破气球将的气球 二节 快速充电 攻击剑格减少0.25 伤害倍增上限增加一倍 虽然说和电流促力高度相似 但该植物电流不会被僵尸攻击 PVZR又增加了一位靠机装置 三节 抽到增幅 攻击剑格再次减少一半 0.5 伤害倍增上限增加两倍 即使是隐身的老六盗贼也会被电流锁伤 两个电流线不能追在一起哦 四节大招 有高概率释放大量电流线组成电网 被全屏造成一次电击伤 大招挺帅的 伤害也可以 但普通就有一点小拉阔 五节 电能转化 电线的终点以其他电系植物为目标时 被根据当前电线的强度增强目标植物的攻击率 能给植物增加攻击力也可以倍增自身电线伤害 电线伤害